好 我們就真的來錄影一下了 那要怎麼錄影 我現在是開一個新檔案對不對 那您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 剛剛是開空白影片在這裡嘛 補貨換燈片就是錄影 簡單講就是錄影 那如果您想要再插入其他 比如來自PowerPoint的 或來自外面塗檔的 就從這個地方 就從這邊插進來 我先按一下這個 好 那他就問你了 你要用哪一種方式來錄 原則上我們第一種第二種都可以啦 所以如果萬一老師您在那個叫做什麼 有些影片有沒有 比如說DVD的 或者老師上課有人用DVD的 萬一 沒有辦法直接摳出來 就可以暫時用這個錄影部分 錄影部分就好了 你不要錄全部 就錄全部不划算 就錄影部分當作是教材 這樣也可以 那我們就第一個或第二個就可以 好 那 這裡呢 它有幾個是屬於快速鍵的部分 在這邊 有沒有 停止 Ctrl-End 那暫停是Pause 一般來講我們要錄影的時候 其實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快速鍵 那如果您不要用快速鍵有沒有關係 其實也沒關係啦 也是可以 只是有季快速鍵會比較 Smooth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際試看看 點下去 那我們要請各位來錄什麼 你看我一下去 不過我這邊的那個 螢幕解析度比較高一點 所以 這樣的話 它會有這個框框有沒有 假設你是 螢幕解析度 剛剛我們設的那個開的檔案大小就是比較大的 那這個框框就會剛好在我們全螢幕 好 就會全螢幕 好 那你可以選擇 我要指定某一個應用程式就好 還是說 像我們現在的 有沒有 直接這個大小 那 如果呢 您要錄上您的聲音 記得這裡要勾起來 有沒有 預設應該會勾啦 如果你有接麥克風的話 預設應該會勾 那這樣就會一起把聲音錄下來 那我就按下這個囉 有沒有倒數了 好 那我現在先問一下各位 如果我們一般在看YouTube影片的時候 然後 我們認真的來錄 請問YouTube影片要怎麼下載下來 因為比如說像我們現在網路速度也不是很快啊 那這個時候當然我還是下載下來 是不是在我的電腦上播放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機會 YouTube影片當做教材嘛 那你要怎麼下載下來 有很多方法對不對 用軟體的啦 或者是一些什麼擴充工具 但是有一個比較快的 我倒是覺得 老師可以做個參考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好啦 這個 假設我要這段影片 那您可以把這個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把它複製起來 到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我們在網路上也有 把它分享出來 從這邊 在右手邊 有一個叫PGGO 有看到嗎 在連結這邊 那這個是最單純的 你只要把你的網址貼進來 好 進來了 它有兩個功能 一個呢 因為有些人他只想要音樂而已對不對 所以 它有音樂的功能 直接下載MV3 你也不用再轉檔了 那 甚至呢 如果你是音樂的 直接在上面可以裁切 比如說我只要某一段 曲直的中間一段 那你就把它去頭去尾 設定好之後 你就按這個下載MV3 就這麼簡單 你看我假設我要這一段 按一下 有沒有我們下面 待會下面這邊 有沒有自動下載了 這個 這個綠色框框就是我們錄影的範圍 有看到了 你可以在錄影的時候可以移動 甚至怎麼樣 也可以就是 我們可以設定成 自動跟隨滑鼠移動 只是我現在沒有 所以我就手動移動一下 好 那 這個是影片的 那個 聲音的部分 如果你要錄影片 點到它 有沒有可以自己選擇你的 那個 螢幕的解析度 有沒有 那你就看你要哪一個 點下去 不過 影片的部分 它就不能做剪接 就是上面這一塊的 主要是針對音樂而已 好 主要是針對音樂 所以 一樣的 你看你要哪一段 你就把它點一下 比如說我要480的就好 我就按下 這個 它就開始下載 等一下這邊就會開始下載 等一下 選好了 按 我按了嗎 按一下 好 好 等一下出力完 然後 你會發現這邊就開始下載 所以 這種 雲端的比較方便 就是如果 臨時性的 或者是 您要的 不是一次很多 那我們用這種方法 其實是 相對比較快 相對比較快 所以 這個網址 叫P-E-G-G-O P-E-G-G-O 您可以從我們的那個 OneNote的右手邊 OneNote的右手邊這邊 在右手邊有一個連結 我把它放在最下面 你可以從這邊連結過去 這樣OK嗎 好 那我現在要講一下囉 我們剛剛很認真的在 講怎麼錄影嘛 對不對 請問你 你要停止 還記得 快速鍵是什麼嗎 或暫停 暫停是Pose嘛 對不對 停止是Ctrl加End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忘記了 你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一個這個 有哦 我把那個音樂關掉一下 用Google可動 這裡也可以關 好 先把它關掉一下 來 你看這邊 有沒有看到它 你點一下它 有沒有跑出來了 好 所以如果說 您不記快速鍵 其實從這邊點也可以 也可以 那假設我要停止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把我們剛剛錄影的這個內容 把它傳回到什麼 我們的ActivePlanet這邊來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把這個影片是不是叫進來了 那麼您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錄影的 有沒有 這些是不是都在裡面了 萬一 你在錄的時候 有可能 因為剛開始老師在錄 有沒有可能會錄錯 這個時候就是要剪接一下 對不對 沒有要剪接 在這邊 等一下我再講剪接好了啦 老師您先 嘗試錄影看看 好 我這一段都先到這邊 等一下怎麼剪接 我們再繼續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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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